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从历史上看,很多藩属小国中原情节都很强,但中原情节最重的王朝当属西域小国,与中原的感情长达千年,伴随小国的始终。 这个西域小国就是历史上于田国,于田国自西汉建立后,就一直归属中原王朝,而且很忠诚为中原守候着西部领土。 到了唐朝时,于田成为唐朝安息都护府的一部分,唐朝把宗室公主嫁给于田国王位持胜,唐朝与于田交往达到高峰,于田也成为深受唐朝影响的一个王朝。 在唐朝末期,由于唐朝西部出现很多割据势力,造成唐朝与西部交通阻塞,于田国与中原王朝交往被切断,但于田国一直对外称大唐蜀国,并把国姓改为理。 就连唐朝灭亡后,于田国当时还补,直到依然自称为唐朝蜀国,他们把唐朝孤军归一军,作为与中原王朝联系的纽带。 后继,后汉相继在中原建立后,于田就把这两个王朝作为正统,依旧向中原朝供,此时具有浓厚中原情节的于田国王便是李盛天,历史上称于田国为于田李氏王朝,忠诚是宋,求援为我当赵匡印称帝后,远在于田的李盛天知道后很兴奋, 即刻派使节向宋朝朝贡,并向宋朝表示臣服。 据史料记载,李盛天听说,中原又出现一个统一的王朝,当时就伦之欢呼雀跃,不胜欣喜。 他立即派使前往开封,向赵匡印表示,祝贺和归属之意,并给赵匡印进贡了御规、御霞、御震等物。 由于于田信奉佛教,还有部分回国人信摩尼教,摩尼师还给赵匡印进奉了琉璃萍、御震等物品。 赵匡印很高兴,他刚当皇帝,就有小国主动挥顺臣服,当然有一种大国自豪心理。 李盛天与赵匡印建立联系后,此后宇宋朝之间就频繁的交往,师姐、僧侣及商人来往最多,李盛天还派儿子再次向宋朝贡献方物。 但962年,就在于田与宋朝建立联系后,西部崛起的喀拉汉王朝,发起圣战并侵略于田。 于田背后以为有宋朝,归义军及高昌的支援,对喀拉汉王朝进攻并没放在心上。 李盛天接连派四个使节向宋朝求援,而且接连派三个儿子到宋朝请求宋朝出兵支援。 但宋朝刚刚建立,而炸匡印的战略是,先南后北,先义后南,宋朝还未完全实现全国统一,特别是虎视眈眈的了国,宋朝不敢轻易派兵支援于田,再说也没有精力。 宋朝只派了157个僧侣到于田,也算是政治上支援了。 因为喀拉汉王朝是伊斯兰教国家,他们目的就是想把于田征服,灭掉佛教。 李盛天对于宋朝无法提供支援也理解,此时归义军已是曹氏天下了,李盛于虽然与曹氏归义军通婚,但归义军支援毕竟力量有限。 独立奋战,悲壮灭国自从962年,喀拉汉王朝对于田发起侵略以来,李盛天与其子李从德,就独自担负起抵抗喀拉汉王朝的进攻。 但李盛天与李从德父子俩都是很厉害的将领,虽然于田国兵力有限,但李盛天多次把喀拉汉王朝打得落花流水。 从此,于田与喀拉汉王朝拉开了百年宗教战争。 998年,于田国攻占了喀拉汉王朝的国都喀什达尔·阿尔斯兰汉战死。 于田大败喀拉汉王朝后,顿时引起中亚地区其探伊斯兰教小国的注意,中亚小国派出大量伊兰教徒,参与于田与喀拉汉王朝的战争。 巴格达甚至派出穆哈提率两万元征军征伐中国。 这个叫穆哈提的人自称中国总督,他手下还有四位大伊玛木。 穆哈提率领的两万元征军,可以说是哈利发王朝的精锐,他们浩浩荡荡向中国杀来。 在中亚地区一些穆斯林也加入这支大军,数量号称十四万,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比于田军。 强大,兵力是于田的六倍,而且还有一支骑着阿拉伯骏马的骑兵部队。 面对这支气势汹汹的大军,于田国并没有害怕,他们采取优敌深入的战术。 于公元一零零零年大败这支联军,穆哈提及四大伊玛木全部战死。 从史料记载看,于田国在反抗西部强敌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,但于田国长时间与喀拉汉王朝战争中也耗费了国力,最终没有抵挡住喀拉汉王朝的进攻。 在公元一零零四年后不久,幽素福卡迪尔汉灭了于田,此时的喀拉汉国达到极盛虽然于田被灭,还有一支东仙于田军队与喀拉汉王朝对抗,但与喀拉汉王朝对抗几十年后销声匿迹了。 至此,田与喀拉汉王朝的百年宗教战争结束,国家虽裂,做出贡献于田国被喀拉汉王朝所灭后,经过几代人的抗争,也没能阻挡住伊斯兰教,最后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,原来的佛教圣地及庙语全部被破坏殆尽。 哈拉汉王朝与于田国悲壮而长时间的宗教战争,在世界上都少见,虽然于田国被灭,但于田为中国做了一大贡献。 为什么说于田被灭还是贡献呢?于田与喀拉汉王朝长时间的战争,虽然于田最后被灭,但于田也耗费了喀拉汉王朝的实力,使喀拉汉王朝内部出现分立。 1041年,喀拉汉王朝分为东西两部分。 喀拉汉王朝也是一个中原有着渊源的王朝,虽然被伊斯兰化,但依然称中原王朝为旧,后来,西喀拉汉王朝被塞尔驻王朝所灭,西辽进入中亚以后,东西喀拉汉王朝成为西辽附庸, 至此,该王朝已经完全失去扩张势头,使伊斯兰教制于于田国。 因此,孤立无援的于田国,用灭国方式阻挡了伊斯兰向东扩张的势头,也使宋辽才有精力互相争夺。 宋朝没支援于田,也使宋朝从与中亚失去了联系,宋朝时中原势力西域最弱。 不过宋朝应该感谢悲壮于田,否则,宋朝面临被夹击的危险。 欢迎,各位看官批评指正,图片来源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